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生日女神香港中志的前副秘书长周婷 也特别前往日本记者俱乐部 用流畅的日文向日本以及全球媒体发声 希望更多人能够正视香港人在中国一国两制的谎言下 趁一步步失去民主自由越来越接近独裁 而国际媒体包括CNN 日本LHK等 也持续紧盯香港立法会恶毒逃犯条例以后 是否会激起更大的民众反弹 也有请港府甚至中国当局可能会采取报复手段 你看香港自治体制不能为中国破坏 美国也发出警告要中国克制 如果再对香港动手动脚 要用送中把香港内地化 恐怕也会破坏香港在国际贸易上的特殊地位 美国也可能不给予香港 有别于中国其他地区的独立关税优惠 港府和北京若强度关山 损失的不仅是香港人权 更包括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三连新闻文明知报道